大家好,我是陈邦国际名表总编辑刘碧祥 以飞行表为设计灵感的 浪情Spirit先行者系列 反映了过去品牌在飞行跟功能面的历史内涵 这次名表最前线 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 首度加入先行者系列的非反计时码表 它不仅搭载全新的独家机星 更重要的是让全世界了解 浪情才是发明出非反计时码表的品牌正宗 如果你喜欢我接下来分享的内容 欢迎在下方留言 同时订阅我们的陈邦国际名表频道 然后帮我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从2020年开始推出的Spirit先行者系列 是浪情近年强打的重要系列 的确,我们也感受到市场上对它的讨论热度 而它的整体外形看起来是介于热门的运动表 与优雅的正装表之间 更罕见的是它从飞行表的概念出发 但跟一般人所熟知 二次大战后的飞行军表不太一样 因为浪情表是在更早期 在那个航空气还不成熟的年代 就真正的佩戴在那些飞行家的手上 一起完成一段又一段 在历史流明的伟大凌晨 包括像是飞行家林柏在1927年佩戴浪情的 全球首指飞行导航表 从纽约驾驶单人飞机前往巴黎 完成人类首次飞跃大西洋的撞举 而美国飞行员艾蜜利亚艾尔哈特 于1932年以14小时45分打破单独女性飞跃大西洋的记录 并在挑战成功后立刻发送电报给浪情 分享手中万表的精确与可靠 又或是浪情在1938年替探险企业家霍华修斯 测量以3天19小时又14分钟 完成飞行世界一周的里程碑 正是因为背后这些伟大的历史 才让浪情的先行者系列显得如此重要 浪情从一开始的三针到计时码表 再加入Zulutai两地时间功能 到2013年又再次加入最新的非凡计时码表 也就是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款式 而越来越丰富的先行者系列 不管是外形或功能 浪情可说是师出有名 不说你不知道 特别在计时码表跟非凡计时码表 浪情就是最早制造出这两项功能的品牌 早在1878年浪情就研发出具备导注轮的 20H计时码表机芯成为现代计时码表结构的先驱 当时就用于需要精密计时的运动项目 如码数等等 接着在1913年浪情也是第一个推出 使用在手表上的计时机芯13.33Z 促成了现代计时机芯的小型化 到了1925年浪情更再接再厉 成为第一个研发制作出具备两个计时按把 同时加上非凡计时码表功能的手表品牌 这些历史背景都充分说明了这次先行者 非凡计时的历史内涵 以及必须推出的理由 要知道在20世纪初 飞行员在没有数位仪器的辅助下 必须靠着计时码表与地面目标物的配合 来判读路径 执行飞行计划 而非凡计时码表就是可以让飞行员 跳过计时码表停止 归零的动作 直接让计时码表开始计算下一段行程 比如说飞机经过一条河流 就启动计时码表 等到飞到下一个地标的时候 再立刻启动另一段计时 这样借分段计时完成预定的飞行计划 就必须避免多余的计时步骤 才能精确定位 我们再次要介绍的浪琴先行者非凡计时码表 整体外形延续了2020年就设定的形象氛围 42mm的尺寸大小适中 表圈采用了可双向旋转的陶瓷表圈 提供了腕表些许运动感的必备元素 面盘上菱形的刻度及即时秒针尖端 是先行者系列特有的视觉元素 即时数据采用双眼配置 9点钟为小秒针 3点钟为30分钟计算 使腕表正面看起来更有清晰且平衡的空间感 面盘6点钟位置依旧有五星的标志 加上flyback非凡计时功能 及colometer天文台认证的字样 代表浪琴过去到现在 对自家腕表的高品质象征 至于表壳侧面 以亮面拉丝屋面交错打磨 更让腕表佩戴时凸显出一种高级的存在感 先行者非凡计时也具备快拆装置 只要按下背面的快拆按钮 就能卸下链带 换上蓝色科技皮革表带 这让你能根据不同的场合 来选择你想要的佩戴的方式 尤其先行者系列的整体感觉 是介于粗犷的运动表与优雅的正装表之间 尤其对于常常需要不同身份转换的白理一族 真的是一大优点 无论是户外运动或是正装社交 都可说是最佳的腕表搭配 在非凡计时码表的使用上也非常简单 当你按下两点钟的计时按把启动计时后 等到接着要准备进行下一段计时的时候 只需要直接按下四点钟的按把 就能让计时秒针迅速归零 同时立刻开始一段新的计时行程 此刻你就能感受到非凡计时的归零速度感与精确性 这是来自于浪琴百年的技术累积 翻到背面 就能看见内部搭载的L791.4自动商链机星 这是浪琴为了非凡计时 特别与伊塔合作打造的专属独家机星 结构上具备导注轮 自动盘卷刻了代表先行者系列的地球图案 以及Spirit Flyback的名称 该机星不仅通过COSC瑞士天文台认证 同时也搭载专利系游司 具备现代生活中必要的高抗词能力 Spirit现行者系列的推出 隐含了过去浪琴陪伴伟大飞行冒险家们的历史背景 同时它中性的外形设计 也适合不同的场合及穿搭 新款非凡计时码表 更在功能中反映出浪琴雄厚的计时码表历史 整体表现出的精致度与价值感 更是超越你对浪琴一贯的期待跟想象 以上就是我们分享有关浪琴先行者系列 非凡计时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欢迎在下方留言 同时订阅我们的城邦国际名表频道 然后帮我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谢谢各位